身为三镜五人的黑汉子 虽然看到一个萍水相逢的贫寒少年 走着有模有样的泉桩有些惊讶 可是仍是没有半点小心戒备 反而还有些庆幸 毕竟如果只是杀了猫驴之后 欺负几个孩子 他的脸面都不知道往哪搁了 这艘船上可是有不少担任家族护送的同道中人 六步全装迅猛走完 陈平安最后一步轰然发力 脚底传板枝丫作响 整个人已经如一只箭矢 瞬间就来到了黑汉子的身前 目瞪口呆的汉子竟是只能在仓促之间 猛啼一口气 双臂护住胸前 手臂传来一阵铁锤重杂的剧痛 整个人被遗状之下 值得亮枪后退 刚刚好不容易止住后退颓势 正要让近乎麻痹的双手迅速舒展些许 不料一抹黑影如腹骨支驱高高跃起 以膝盖撞在了中门敞开的汉子胸口 这一下汉子当真是受伤不轻 怦然一声道飞出去 当鲜血涌至汉子喉咙 头脑彻底清醒过来 心神反而比之前掉以轻心的自己更加清澈 到底是实打实的三进五人 就想着那少年出人意料的狠辣公事 多半是强弩之末了 只要等到自己借着这股冲劲在远处衰落 应该就可以很快的起身迎敌 但是那位草鞋少年呢 如一阵江山的清风 身形速度不减返家 已经来到上位摔落在地的汉子身侧 对着后者的脑袋就是一拳龙下 黑汉子身躯被直直打落地面 由于下坠势头过于巨大 甚至还在船板上微微反弹了一下 拗出一大口鲜血后 一拳喂出一招喂使的三进五人 就这么彻底的昏厥过去 不幸中的万幸 当看到他昏死过去后 少年几乎要踩在他面门上的那只草鞋 骤然停止 收了回去 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中年男人来不及转身 只是保持着那个扭头的姿势 一脸读书人掉到粪坑里的表情 那妇人脸色雪白 怀中的孩子张大了嘴巴 一行仆从丫鬟 更是没回过神来 陈平安瞥了眼脚边的黑汉子 确定他没有出手偷袭的可能性后 看了眼如山男人后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妇人身上 缓缓地开口 现在道理是不是讲得通了 吓破了胆的妇人 突然对中年男人尖声道 马静妇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你堂堂大验清流官员 难道也要当废物吗 快点亮出你的官家身份呢 男人转身 伸手指向草鞋少年抱贺 你放肆 本官是这条绣花江尽头的晚平县令 此时正是在妇任途中 陈平安根本不去看那个恼羞成怒的男人 他死死盯住妇人 妇人那句有爹生没娘养 还有那句要掳走李宝萍 给他家当丫鬟 陈平安记得很清楚 陈平安不是不记仇的人 有些别人伤害到自己的无心之举 陈平安嗷咬也就忍过去了 可有些必须要报仇的仇 只要一天没报 那么他活一百年 就能记住九十六年 阿良曾经笑问 说剩下那四年被你吃了 少年一板一眼的回答 说四年之前 我有爹有娘又不懂事 可以不算 陈平安再次如清风一冲向前 一脚踹着那妇人连同怀中孩子 一起亮相摔倒 只是比起那黑汉子 惊吓多过疼痛 陈平安冷冷瞥了眼 那个锦衣玉食的孩子 中年男子破口大骂 岂有此理 你竟然连妇孺也不放过 匪人殊辞 丧心病狂 陈平安转身走向男人 只要是个人 到了懂事的罪数 就要讲道理 我管你是大是小 是男是女 如山男人步步后退 始终伸手指着少年 颤声威胁道 我要治你的重罪 让你吃一辈子牢狱饭 就在此时 二楼有人沉声道 小家伙 这就有些过分了 教训过那名武道护从 就差不多了 还不快快收手 如果继续不依不饶 靠着点本事 就敢事务犯尽 老夫虽然不是官场中人 可要拦下你 帮助那位县陵大人 将你抓捕归案 还真不难 陈平安文生转头望去 一位青色长山老者 站在二楼船头 身旁站着一位 配件的白袍男子 正在闭目养神 陈平安收回视线 对自称县令大人的男人说 跟我们道歉 男人眼见有人仗义直言之后 无形中胆气大壮 他愤怒地说 休想 到了晚平县辖境 本官要让你这个匪徒 欠使一下我大驴的力发 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道歉 如山男人有些 望向二楼那边 他高喊 还望老先生见义勇为 在下定会敏感无奈 老人对此面无表情 望向陈平安的背影 少年 老夫最后劝你一句 停步 收手 陈平安对船头那边的临手 一眼神示意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他转身问 先前老前辈在做什么 老人坦然笑道 自然是袖手旁观 当然了 若是那位县陵大人 真敢抢夺民女 老夫肯定也会出手阻拦 陈平安又问 那他们杀我们的驴子呢 你会不会拦着 老人哑然失笑 老夫又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自然不会出手阻拦 一头驴子而已 陈平安继续问 那到底是谁没有道理呢 老人愣了一下 破天荒有些犹豫 道理嘛 大概还是在你们这边 但是小家伙 有了道理 不代表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陈平安最后说 要他们道歉 就是为所欲为了 老先生 那咱们的道理 还是不太一样 老人哈哈大笑 那今天老夫还真要看一看 到底你的道理 大不大的过老夫的道理 手臂自然垂下的陈平安 点了点头 手腕敲人一抖 另外一只手 指向那个已经睁眼的白袍男子 靠他对吧 灵手一心领神会 嘴唇微动 老人早已怒意满胸 只是脸上依旧笑意如常 他点了点头 怎么 不服 老人笑着转头望向身边的护从剑客 白镜 那个小家伙 好像觉得自己拳头 比你的灵须剑 更能讲道理啊 白袍剑客 扯了扯嘴角 泛起淡淡的轻蔑讥讽 就在此时 异象突起 还不等船上内航 咀嚼灵须剑三个字的分量 仿佛剑仙出事的白袍剑客 就像被人抓住脖子 从二楼船头 直接就横飞了出去 划出了一道漂亮弧线 最终一头狠狠撞进绣花江 剑起巨大水花 然后过了很久 也没能浮出水面 生死不知 那名如山男人 吓得肝胆欲裂 望向已经在楼梯那边登楼的少年 赶紧亡羊补牢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本官错了 陈平安来到了二楼老人的身边 此时的二楼船头 只剩下一个面孔超畜的老人 看到少年的身形后 老人咽了口口水 陈平安亲生问 老先生 你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 照理说 懂得应该比我多得很多 你的道理 都跑到狗身上去了吗 老人正要说话 好似一条大白鱼 跳出绣花江 原来是白袍剑客 被抛回大船二楼 老人弯了弯腰 欲言又止 少年已经下楼离去 如山男人 让家中所有人乖乖站好 在草鞋少年走过的时候 人人赔礼道歉 陈平安对那个男人说 可以了 不过我知道 你其实心里 恨不得杀光我们 如山男人膝盖一软 恨不得给这少年跪下 陈平安不再搭理他们 回到船头 原位坐着 李宝平伸出大拇指 临手一 依旧靠着船栏内壁 脸色平静 李怀满心愧疚 死死攥紧白色毛驴的缰绳 生怕再给陈平安 招惹麻烦 陈平安认真想了想 轻声说 以后我练拳呢 要更加勤快一些 再就是临手一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别偷懒 临手一笑着点头 不用你说 李怀小声的说 对不起 陈平安 陈平安抬起头 你该说的对不起 早就说了 如果是因为惹了后边的那些麻烦 才跟我说对不起 不用 只要你没错 就别认错 跟谁都是这样 我们今后去大隋的路上 还像今天这样 不惹麻烦 但麻烦找上门了 绝对别怕麻烦 做不做得到 李怀 李怀一下子热泪盈眶 挺起了胸膛 我可以的 李怀很快破题微笑 陈平安 你可以啊 打架好生猛 要不然 以后我也喊你小师叔吧 陈平安瞥了他一眼 李怀立即改口 以后再说 陈平安突然加了一句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如果真遇上了拼命 谁也打不过的对手 那就赶紧认错认怂 不丢人 活着呀 比什么都要紧 李宝平双臂还胸 靠着小叔下 气呼呼的说 小师叔 这件事不行的 林首一一边拆台 我觉得可以行 李怀黑黑笑道 反正 我听未来小师叔的 绣花江水底 如鱼游荡在水中的一尊阴神 笑了笑